最近悟空很火啊 都反映了民族的悲哀 这么多人躺平了 无所事事去关注游戏 我再讲一遍 没有什么好游戏坏游戏 一切游戏都是坏游戏 都不好 我们还回归正常的生活 李扬这个人 瓜哥从小到大就一直非常讨厌 非常善于博人眼球 学个英语都能搞得像神经病一样 更别说给人贴标签 骂一千万大学生全是废物 还有喜欢打老婆等等 在人品为人处事上 我是一直蛮鄙视他 但今天瓜哥这期视频 并不是专门来骂他的 而是针对他无知偏激的言论 来展开讨论 李扬这几句话 其实也说出了部分人的心声 确实很多人是真的这么想的 首先我们把视野放到全球来看 全世界共有233个国家和地区 而世界上游戏做的最好的国家 功能就是美国 日本西欧 这三个国家或地区 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全都是发达国家 也就是像李扬这种老公之口中 全球素质最高的一批人 他日宁愿赖以生存的英语 这是出自游戏产业最发达的美国 这个由昂格鲁萨克逊 所建立的国家 也就是说 李扬口中游戏是民族悲哀 骂得最厉害 最应该骂的 就是这帮昂格鲁萨克逊人 他们就是李扬口中的 一帮废物 一帮冷渣 一帮躺平 不求上进的人 而中国的游戏产业 大家普遍认为是远落后于他们的 有人说10年 有人说20年 好了 这个我们先不讨论 就当落后20年 也就是说 昂格鲁萨克逊人 比中国人废物了整整20年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既然都是废物 你还让我们学废物的语言 你说你这能是不是脑子有病 考虑到英语是你吃饭的家伙 你肯定不会承认 你心中的灯塔是废物 所以你口中 游戏是民族悲哀 这句话明显漏洞百出啊 而且和你说的恰恰相反 游戏做得好 游戏产业发达国家 恰恰是全球 所有民族中 最值得被学习的一批人 也是人军级GDP最高的一批人 相反的无数宠国 无论是被特朗普骂过 是粪坑的海地 还是连汽车排气管 都不肯放过的三哥 甚至是人军海盗的索马里 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游戏产业 按照不打游戏 就民族强盛的逻辑 那人类的前途 只能在十人族大妈身上了 然后再针对李扬纳局 这么多人躺平了 都去关注游戏 这个也属于小李子因果颠倒了 不是因为游戏大家躺平了 而是许多人发现 传统意义上继续努力工作 在独木桥上追求成功的路径 路径基本是不大可能实现了 与其在不断的压力和竞争中挣扎 他们更愿意选择一种 简单无压力的生活方式 躺平是大家一种拒绝过度PUA 过度物欲生活的态度 不是真的躺下了什么都不干 瓜哥也属于躺平派 但该上班的上班 该做副业的副业 该打游戏的打游戏 又没拖过谁后腿 也不曾伤害过谁 只不过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拼了而已 而你摆出一副恨铁不称钢的嘴脸 究其原因 无非就是你吃的是教培的那碗饭 而大家众所周知 教培行业的人是最反对大家躺平的 尤其对游戏格外反感 我孩子前阵子跟我说 他课外补课班的老师 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个例 就是因为玩游戏和占用课外时间 大家都躺平了 不鸡娃不内卷 你们哪里有钱赚 而相比游戏 我觉得教培行业的兴生 才是民族的悲哀 卷来卷去都是应试教育的一套东西 都是学起来超过提纲理的内容 来应付考试 其实对孩子以后社会上生存 一点帮助都没有 瓜哥给小孩子去学 也是因为大家都去学的 你不给他们学就会跟不上 其实大家都去卷 等于大家都没卷 这道理应该都懂吧 我们以前80后大家都不卷 也不都正常长大 父母还省心 我们也没变废物啊 而且你别看 现在小孩好像遇事无忧 物质条件比我们好了百倍 但精神层面上 我敢说我们当年比他们快乐百倍 他们天天就剩下 昨夜功课课外辅导了 文大师天天打游戏 到初中时势力还1.2 现在我小女儿刚六年级 就因为上网课做昨夜 弄到迎进室 而且如今卷到小孩子 一蒙心思的不在学习上 不光不会社交了 缺少刻意时间接触大自然的他们 用的精神属性 还一个比个脆弱 父母说话语气 稍微凶一点就受不了了 我们当年为了打游戏 被吊起来揍 大家不都司工见惯啊 还不是擦干眼泪 一笑闭日仇 为了下一次挨打做准备 瓜哥以前被我爸痛咒到 隔天同桌都能从我身上 看出我爸穿的什么花门的拖鞋 也没有受不了 动不动要死要活的 我一直认为一个快乐的童年 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不光给人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 还能给你将来赞成挫折的意志 而现在大家看到 小孩子学的这么苦 家长管了这么累 搞到大家都不敢生小孩了 这最大的锅 就应该是教培来背了 害了小孩子不说 还吸了多少家长们的血汗钱 而且一年又年看不到镜头 我一个同事当年为了小孩高考 一年就炸了二十多万 在课外的机构请老师补课 结果就考了个只要是付钱 就能进的渣渣学校 就别提多坑了 所以和教培行业比起来 游戏行业简直像天使 起码游戏不光便宜 而且是真的能给玩家们带来快乐 而快乐恰恰就是人生中 最应该被追求的事物 此外教培这行业 附带着经济和就业问题 游戏行业一样能做到 甚至能做到更好 这个在我上一期的杂谈里 也谈到过 就不多赘述了 因此李扬这句 怪大家都躺平打游戏 也是一句废话 大家躺平打游戏 就比打鸡血揍老婆强吧 难道你是因为黑神话悟空 打鸡感比不上你揍老婆的手感 所以不爱玩是吧 只要你老婆不介意 这当然也是你的自由 问题你跑出来提倡就不对了 还有后面一句 没有什么好游戏坏游戏 一切游戏都是坏游戏 这句话说的就更加没有水平了 按照他这个说法 万物都能套用这个模板 没有什么好电影坏电影 一切电影都是坏电影 没有什么好工作坏工作 一切工作都是坏工作 没有什么好人还是坏人 所有的人都是坏人 但事实上 世界万物都有其两面性 不然它就不会有其存在的可能 游戏当然也是如此 你过于沉迷之中 自然会有副作用 但是话说回来了 什么东西你过度沉迷 没副作用的 读书读傻了 难道没有 考试考不过别人 走火路魔杀人的没有 赚钱累到盛衰竭的没有 所以吧 游戏竟然受到这么多人喜爱 发展到如今 远超电影行业的存在 实在是有其存在的道理 除了能给人们带来快乐 忘记烦恼外 好的游戏绝对能给人 带来很大的启发 甚至面对着 操弹现实生活的勇气 瓜哥很久以前 讲过一件身边发生的真实 相信有的老粉听过 我男朋友姑且称为小帅 小帅从小家境优越 读书也顺风顺水 毕业后工作也很不错 工资是同龄人的好几倍 老婆也年轻貌美 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大胖小子 比比 小帅的老爸老帅 有个几十年的小公司 不说多 一年赚个百八十万 还是很轻松的 小帅的母亲是体制内的 那时刚退休 退休工资也堪比高级白领 妥妥的人生赢家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突然间灾难就临头了 先是老帅被合伙人坑 加上帮朋友担保啥的 出了事情 公司一下子破产 但好在家底殷实 卖了几套大评测后 也总算把债务给摆平了 但真的是祸不单行 记者比比三岁时 被诊断出得了自闭症 很多人有个误区 觉得自闭症患者很聪明 什么数学天赋 秒辨 鲁王 钢琴 听松过时机 这种刻板印象 即使你们都被电影 和余人带偏了 自闭症分为好几种 大致华风是高功能 和低功能两种 电影里用过度夸张的手法 描述了阿斯伯格症状 是高功能症的一种 这些人确实是 行为怪异的天才 但总人数不到1% 非常稀有 而绝大部分的 自病症患者是低功能的 简单来说 就是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终身陪护 举个例子 在吃饭内 可以先观下视频 理由他们很多人 大小便都不知道 你说这有啥难的 一直穿尿布就行了 但坏率坏在 他们是脑子有问题 但是身体非常健康 甚至可能比你我都好 起码精力上是远超常能的 他们不是 卧病在床的老人 和不懂事的小孩 尿布他们会嫌穿着难过 自己就会直接扯掉 甚至拿手抠出排泄物 直接甩在墙壁地板上 你们别当我在追牛 我在朋友家亲眼看到 BB得了这个病 小帅自然是不肯认命 抱着儿子四处求医 到处花钱 上午去这个机构 做赶筒训练 下午就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折腾了好几年 期间还被莆田戏 骗了不少钱 走投无路时 庙里去鞋 算命 改名字 这种迷信手段都用上了 让身受打击的家境 再次雪上加霜 但老天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甚至愈演愈烈 由于天天忙活给BB看病 加上BB经常晚上不睡觉 不停地闹腾 这次让阿兰影响到了小帅的工作 所以小帅不出意料被开除了 可能是看到家造中落 也可能是对于未来的绝望 不止后 小帅的老婆小美提出了离婚 我这朋友因为从小家里保护得太好 有点少白甜 婚内财产包括房子全给了老婆 自己净身出户 就要了一样东西 得了自闭症的儿子BB 说一定要治好他 因为他知道他老婆已经放弃了 事业证明 我朋友还是了解小美的 离婚后从一周看次儿子 到一个月渐渐的变成一年一次 生活费自然就不要响了 而连续的打击 也让小帅的父母深受影响 先是母亲病倒了 而老帅为了支撑起家庭庞大的开支 拿着全家剩余的积蓄 上了P2P的贼团 小帅曾经劝阻过 但老帅那时已经明显急红了眼 一年后P2P爆雷 老帅的本金到现在 也只追溯会7% 回想那时 小帅说他加过一个群 里面都是自病症患者的家长 看在群里的头像 一个接一个永远不再亮起 他知道他们已经解脱了 小帅当时说这句话 感觉像是松了一口气 这一下直接吓尿了瓜哥 那段时期瓜哥经常去小帅家看看 生疤出啥意外 去了多了 我发觉一个规律 只要电视一放广告 BB就能消停缓 那时期的广告 非常喜欢用五颜六色的画面 来吸引眼球 瓜哥感觉到 BB可能是对于颜色非常敏感 于是有一天心血来潮 带着新版的PS3登门造访 之后确实如瓜哥所料 游戏里绚丽的画面 让BB安安静静的看着我们打游戏 游戏诚信案制作的花这款游戏 他跑到电视前 甚至想用手抓 小帅从MD后 已经很久没玩过游戏了 现在为了让儿子开心 当然主要还是为了 让BB不要调皮捣蛋 比如拿水杯里的水 倒在床上 把抽屉里的所有东西 撒在地上等等 于是又重新选择 成了一名玩家 PS3我就送给他了 回头又搞了一台 所以小帅是一直很感谢瓜哥救了他 说他那段时间是真的不想活了 直到有次玩了P3的独占神座暴雨 里面的父亲为了救儿子 那种放弃一切的做法 触动了他 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哭得这么厉害过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是医生 医生就是他 所以他不能放弃 他要振作起来 生活难了 他要站起来 和医生一样 运于为他的治安做任何事 时间就这么流逝着 一黄爷 十几年后的今天 他父母身体健康 BB的自闭症 瓜哥说康复 遇上讲就是他的 不过在小帅和家里人的一起努力下 确实有所好转 起码晚上睡觉是正常了 大小辈都开始能自理了 就是不会说话 导弹能力依旧十足 比如把烧菜的油倒在地上 在里面打滚 总之还是要请人盯着他的 就是比以前轻松太多了 吃饭也不像之前吃的满地都是 朋友也重新找了份收入不错 朝九晚五不用加班了工作 并重新组建的家庭 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最近听说小帅爸妈的房子要采清了 眼看着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变好 游戏拯救了小帅的人士是再提起不过来 所以说李峰子这句话明显就是谬论 一个好的游戏跟无数电影小说一样 绝对能更能带来积极的影响 挂个自己同样是收益匪浅 就跟我以前领事馆相关视频里也讲过不少 当然你硬要是抬杠找游戏的覆灭 那不好意思 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我都能以牙还牙 同样找到无数的缺点 学了英文偷渡到国外 被逼逼逼了算不算 很多人还喜欢把违法乱记的人 都跟打游戏挂钩 这你妈我还能找出讲英文的人 比讲中文的人更喜欢标标杀人的论据呢 老找这种前因后果颠倒的极端例子 有意思吗 最后我也真佩服李峰子 短短几句话就没一句正确的 比如这句 让我们别打游戏回归正常生活 问题我们打游戏就是正常生活呀 大家工作学习了一天 晚上打打游戏怎么了 有人喜欢刷抖音 有人喜欢看电影 有人喜欢跳广场舞 这个确实蛮老名的 但是怎么了 不是每个人对你这个条件有老婆打的 瓜哥能做到不陪老婆打就不错了 你别误会 不是瓜哥真的打不过老婆 我老婆这几个 来三个我都能照样抽费他 问题是下不拘手啊 老婆又不是沙袋 你这么牛逼怎么不找老黑恋恋呢 另外我们打游戏反应到你什么了 对的我忘记了 确实反应到你赚黑心钱了 你不就是赚点宝妈宝爸们的焦虑钱吗 我们这大便利祸祸了还不够 又要博流量来磨害下一代 问题这手法太低劣了 你这套现在已经out了 你早该被扫入意识的垃圾桶 你要是还能活 这才是民族的悲哀 记得点赞over